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黃教老師 今天老師來介紹空間概念的一些綜合的演練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在空間中是否存在為一個平面 他包含下面所給定的條件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他說通過ABG這三點是不是 或者通過AFH這三點 他有一些條件 我們來看一下 那他給的條件是不是可以決定唯一的一個平面 那好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AABG這三點 我們把AABG把它稍微畫出來 我們發現他會形成一個三角形 而且這三個點是不貢獻的三個點 所以他可以決定唯一的一個平面是沒有錯 好 我們再看AFH AFH我們也把它畫出來 他也是可以形成一個三角形 所以他不貢獻的三個點可以決定唯一的一個平面 我們看B點還有直線GH 我們看B點還有直線GH GH就是通過G點跟H點 他也是可以圍成一個三角形 所以他會決定唯一的一個平面 第四個通過AB這個直線跟GH這條直線 我們來看一下AB這個直線跟GH這條直線 是兩個平行線 兩個平行線可以決定唯一的一個平面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畫出來 好 第五個 他說通過AB跟直線CG 我們來看一下AB直線跟CG直線把它畫出來 我們發現這兩條黃色的直線是Y斜線 那這兩個Y斜線不能決定唯一的一個平面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第六題 他說通過ADFG這四點 我們把ADFG這四點畫出來 我們發現其實他可以決定一個平面 好 我們再來看通過BDGF這四點 我們看BDGF這四點 我們把它畫用紅色線把兩點兩點連接起來 我們發現其實他還是會形成兩個Y斜線 好 所以其實這第七個也不能形成唯一的一個平面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果空間中一組Y斜線對同一個平面去投影 那他會形成下列哪些圖形呢 那各位同學如果自己在做練習的話 你可以拿兩根筷子 然後他把它形成一個Y斜線 你去投影看看 他投影過去 比如說你這兩個Y斜線都同時平行地面上 你可以把它投影到牆上 你就會發現事實上這兩個Y斜線投影過去 可以其實是兩個相交的直線 你看如果我們這樣子的把它投影到地上去 他投影的地上就是兩個相交的直線 那如果我們把它投影到這個牆上的話 他就有可能會出現是兩條平行的直線 或者是我如果有一條直線 他跟牆面其實就是垂直的話 那他投影過去那一條直線就變成一個點了 所以這兩條平行線就會變成一條線跟一條線外的一點 所以這些都是有可能會形成的圖形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空間中兩個平面之間的關係 兩個平面之間會有幾種關係 我們可以從長方體來做例子 可以觀察到我們先來把它畫一個長方體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ABCD上面這一個平面 跟下面這個EFGH這個平面 這兩個平面是平行的 所以第一個關係就是平行 好 那麼這個我們看到平面 A B F E跟平面EFGH 他是交於一條直線的 所以我們兩個平面也會有交於一條直線 那有可能兩個平面會重合 比如說ABCD這個平面跟ABCD這兩個平面 是兩個是重合的 那麼我們先來想一個問題 兩個平面有沒有可能交於一點 空間中會不會有兩個平面是交於一點的狀況嗎 那答案是不會的 因為平面是無限延伸的 所以他不可能有角對角的情況 所以其實他不管怎樣 他如果有交集的話 他一定是交於一條直線的 好 接下來我們再做一下數學的動動腦 我們來看一下空間中兩條直線的公垂線 那我們知道空間中相應的兩條直線 有下列三種情形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是不是都有公垂線 兩條直線有可能會交於一點 兩條直線有可能會互相平行 兩條直線有可能會歪斜 那我們其實都可以從長方體裡面來找出這些答案 你看兩條直線如果交於一點的話 我們來看EF這一條直線跟EH是交於一點一點 那麼這一點在這裡能不能找出他們的公垂線 我們發現有啊EA這個黃色的這個直線 其實就是EF跟EH的公垂線 好 那如果兩條直線互相平行的話 我們能不能找出他的公垂線呢 我們來看一下EF這一條直線跟HG這一條直線是互相平行的 所以我們就發現EH這一條直線就是他們兩個的公垂線 好 那如果兩條直線互為歪斜線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他是不是也有公垂線 好 我們來看AB跟FG他們都是歪斜線 好 那他有沒有這個公垂線 有啊 我們來看BF就是他們的公垂線 所以啊 這三種情形的話 他們都一樣都可以找出他們的公垂線 那我們來看一下空間中兩個平面 他都有公垂面嗎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兩個平面平行的時候 他有沒有公垂面 或者兩個平面交於線的時候 他有沒有公垂面 好 兩個平面平行的時候 我們還是一樣畫一個長方體 我們發現ABCD跟EFGH 這兩個平面是平行的話 那其實你看 ABF1這個平面就是他們的公垂面 好 那麼兩個平面交於線的時候 你看我們之前有做過正四面體的 這一個兩面角的問題 其實我們就發現 其實我只要找這個正三角形的高 這個A1跟D1 那麼A1D所形成的這個平面 就是ABC這個平面跟BCD這個平面的公垂面 所以其實他們都是有的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其實畫一下圖 或者用以前的知識 我們其實就可以知道 其實他們都是有公垂面的 好 以上就是老師跟大家介紹 空間概念的綜合演練